刚才大家看到的正在向外涌动着的这个咕咕清水啊 是北京市门头沟陈家庄的两孔泉眼 此前呢这里一直是干涸的 一直到2019年这两个泉眼附涌 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屏幕 近两年北京八大处著名的西山十二景之一的 水谷流泉也是再现了泉水叮咚的景象 在干涸多年之后啊 北京现在有81处泉眼附涌 那游水再流泉呢达到了880个 作为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北京 近两年出现这样的景象 那除了天邦邦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行动 就是水利部开展的母亲河复苏行动 今天水利部举行了河湖复苏北京进展的新闻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上介绍从2022年以来 围绕着解决河道断流湖泊萎缩等问题 水利部呢在全国88条河湖启动 开展了母亲河复苏行动 其中河流是79条 还有9个湖泊 那截至到今年的9月底 79条河流当中已经有74条 实现了全线贯通的年度目标 那今天的时空观察 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母亲河复苏行动 我们要关注这样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在北京我们知道它水资源是先天不足 它如何做到了现在地下水位回升了13.68米 另外一个 治理华北地下水的这个大漏斗 它是如何实现百权附勇的 这个关键的一招措施是什么 有哪些措施是最奏效的 那作为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超大城市 北京啊在南水北掉通水之前 北京的这个地下水超采很严重 所以有一些河道断流湖泊干涸 而这些年来呢 在一系列的综合的科学实测之下 北京地下水的水位已经实现连续9年的回升 位于北京市淮柔区的应急备用水源工程 是北京地区第一个和最大的地下水源工程 自2003年运行后一直持续开采 2014年南水北掉中线工程开通后 通过地下水停采压采生态补水等一系列措施 水资源调续涵养效果显著 目前咱们在20号井 目前是6.7米 2015年最大的时候曾达到过40米 现在水位已大大回升了 在怀柔应急水源地的监控调度中心 记者看到 实时监控画面对42眼水源井的运行状态 供水数据地下水水位等 进行24小时动态监测 同时远程控制水泵基础启停 调节水量对水源井进行供水调度 不仅保障了稳定供水 也让地下水利用从过去的无需开采 变为科学管理 北京市水务局统计数据显示 北京平原区地下水费 于2015年开始止跌回升 10年来 北京平原区地下水储量 增加了68.7亿立方米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的陈家庄村 记者看到 有两孔泉沿 正在向外涌动着谷谷清水 而这样的景象 上一次出现已是在几十年前 60年代陈家庄村就是一直在有水来流出的 80年代以后吧 北京市也可能遭遇了枯水的年份 我们只能是通过开采地下水来保障咱们 这个陈家居民生活用水的需求 所以说呢 造成咱们这个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所以好些这个泉水干涸了 从自然预言来讲呢 就是说相当于是从这个21年以后 咱们北京市这个降雨量 相对来说是偏风的 从人为的角度来说 北京市的咱们是永定河 潮白河 包括北运河 都持续开展了生态补水 南水比较进境以后 我们加带了地下水压采的力度 好些城区的自备井啊 都已经发生了置换 减少了地下水的开采量 地下水位就逐渐回升了 据记者了解 因为人口的增多 和水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 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 远低于国际公认的 年人均500立方米的 极度缺水标准 这使得地下水 一度成为北京市的主力水源 而如今 妙峰山下枯竭多年的泉水 再次复用 这也成为北京地下水水位 回升最直观的体现 那北京市资源型 重度缺水的超大城市 它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是27.35亿立方米 一人均 它的水资源量 人均只有100立方米左右 当然南水北调进京之后 南水进京之后 人均的水资源量 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而近两年来 北京市通过一个加大解水 实施生态补水 包括加强地下水超载 综合治理等等措施 我们看到 刚才提到的几条重要的河流 永定河 巨马河 北运河 潮白河 还有居河 这五大河流连续四年贯通入海 接下来我们要再看三组对比图 要看 首先来看北运河 这是在母亲河复苏行动前后的对比图 这是北运河的 很明显 接下来 潮白河的对比图 还有一个 我们很熟悉的 永定河的对比图 原来是完全干河的河床 现在水草丰美 那北京市2015年以来 它的地下水的水位累计回升了13.68米 北京地下水的这样一个变化 也是整个华北地下水的变化的一个缩影 这些年来 治理华北地下水大漏斗 各种措施出现了明显的成效 比如说在河北邢台 断流了近40年的百全全域 实现了稳定的富永 我们来看一看现场 今秋10月 河北邢台市乡都区的七里河北岸 前两年开始喷涌的华庄泉 近期水量变大 清澈明镜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前来参观打卡 泉水也挺干净的 挺透彻的 环境改好了 大伙来的人也就多了 水也好看 泉也好看 还好喝 历史上 邢台市有泉城的美誉 古籍中曾记载过当地的狗头泉 珍珠泉 打湖泉等 然而上世纪80年代 邢台市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1982年夏季 邢台境内的百泉首次停喷 1986年彻底断流 近年来 邢台市持续加大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力度 推进水生态修复 水资源统筹和水环境治理 同时 当地还坚持一河一测 明确每一条河的水源保障 水量控制和工程措施 回补涵养地下水 时隔约40年 2021年 邢台百泉泉群 迎来规模最大 水量最充足的一次复用 今年以来 百泉泉域日均出水量超2万立方米 目前已形成水域面积 稳定在790亩左右 如今 针对总面积3843平方公里 持续稳定附勇的百泉泉域 邢台市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建成了百泉泉域综合治理平台 通过分析48眼地下水监测井 和6处流量监测站的监测数据 实时掌握主要全眼状态 实现精准管控 形态式盐溶水 保障百泉持续复用 地下水超采治理 是国家水安全保障的 一个重要内容 华北地区多年来 存在着水资源紧缺 地下水超采严重 这样的状况 地下水的水位 在不断地下降 我们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是一个水资源 严重短缺的超大型城市 在南水北调通水之前 北京就是存在着地下水 严重的超采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 河流断流 湖泊干涸 保护和治理好 北京的江河湖泊 事关首都生态安全 和经济社会长远的发展 所以近年来 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 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等省市 在持续推进 地下水超采的综合治理 在2023年底的时候 精进济治理区 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 我们看到 比2018年的时候 分别回升了2.59米和7.06米 精进济主要地下水漏斗中心埋深 较2014年底均有回升 平均的回升大约是11米 水利部今天举行 河湖复苏北京进展的发布会 从这个发布会上 我们记得了解到 我们国家的母亲河复苏行动 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越来越多的河流 恢复了它的生命力 北京市探索形成了 北方水资源短缺地区 河流复苏的一个新模式 整个北京市的河湖地表水水质 也得到明显改善 河湖水的生态健康状况 持续向好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自2022年起 水利部在全国88条河湖 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 截至今年9月底 79条河流中已有74条 实现全线贯通的年度目标 北京市通过加大节水 实施生态补水 加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等措施 10年来 北京市地下水水位 累计回升13.68米 五大河流连续四年贯通入海 统筹当地水 外吊水 再生水 雨洪水等多水源 2018年以来 实际组织实施 像永定河 朝白河 北运河等生态补水 北京市河湖累计补水量 104.2亿立方米 助力京航大运河 连续三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 永定河市2021年以来 连续四年实现全线流动 这几年我们会从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连续印发了两期的 华北地区超采综合治理的方案 三年一个周期 我们开展了两期的治理 一个就是全面节水 加强地区的节用水 减少地下水的需求量 第二个是采取了严格的管控 我们制定了以县级为单元 每个县级行政区的地下水的 去水水量 地下水水位管控的指标 按照这个指标 对它的取用水进行管控 除了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治理方案 近些年我们国家也采取了 一系列有效的具体措施 比如说水源置换 地下水回补等等 这些措施究竟是如何操作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权威部门 他们的解读 对于超采区 我们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就是水源置换 水源置换简单说 就是利用地表水 替换以前抽取的地下水 我们通过优化地表水的配置 把这些地表水引到 以前采用抽取地下水的这些区域 比如说以前的景观区 以前是抽取地下水的 我们现在把地表水配置过来 就是把原来的地下水就不用了 这就实现了地下水的减少开采 这是置换的措施 还有一个措施呢 就是地下水的回补 因为地下水多年的过量开采 造成了一定的亏空量 为了回补 我们想采取一些措施 把地下水天然的自然的补下去 一个就是利用河湖的回补 我们把地表水通过优化配置调度 地表水引入到这些河湖里头 通过河湖的地表的下渗 自然就回补到地下水了 18年以来我们统计的结果 通过地表水的生态补水 然后向地下的下渗 我们统计的已经累积增加的地下水的回补量 超过130亿一方面